这是我刚刚做的抗原检测 头痛 开始 腿部的肌肉也酸痛 昨天晚上吃药之后 今天早上起来 我甚至感觉头都不疼了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温孟欣 那么今天早上 我的抗原检测试剂 是显示出阳性 其实在刚刚 确认自己感染的时候呢 我的身体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 是因为我的家里人都感染了 所以我才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当时还以为 自己是不是传说中的 无症状感染者 但是没想到到下午的时候呢 症状就一点一点的发出来了 慢慢的感觉到说 喉咙是有一些干牙 而且开始头痛 开始腿部的肌肉也酸痛 并且呢 因为测量了很多次体温 发现说每一次测量 都会比上一次测量 要高一点点 然后截止到9点半 我的体温是38摄氏度 处理方面呢 目前我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多喝水 那么之后呢 我的体温会不会变得更高 我是不是需要有些其他的处理方式 那么我还要继续的观察 现在是12月13日的上午9点50分 那么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我还说自己的这个体温不算太高 觉得自己还不用吃药 结果那条视频刚刚录完 半个小时之后就啪啪打脸 半个小时之后 我躺到床上之后 然后就明显感觉到自己体温开始不断的升高 具体升到多少度 我也没有去量了 因为就是确实太难受了 就不想爬起床 后来还是没有撑住 就是还是吃了一颗退烧药 然后现在 现在是就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那么我的体温现在 跟昨天晚上是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 还是38度整 这样 然后这个里头可能也是有退烧药的一部分功劳吧 那么今天一天里呢 我还是打算说还是要继续多喝水 哈喽大家好 我出现症状的时候 其实是在周六的晚上 当时的话我其实有一点微烧 我测了一下体温是在37度7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的话 我的体温一下子飙到了38度7 当然之后我估计在睡觉的时候 也会有冲到39以上 但是我自己也后面是没有测了 当时的感觉就是 那种发热时候的典型的那种状态 就是你会发现你很累 然后头很痛 然后你浑身都会特别的疼 就是然后一会儿你会闲热 然后一会儿你会开始发寒这种状态 然后差不多到了傍晚 出了很多身汗了之后 然后烧退了 然后再去测抗原的时候 我的抗原的结果就变成了阳性 今天早上的话 其实按照道来说 其实应该是我转阳后的第一天 但是昨天晚上吃药之后 今天早上起来 我甚至感觉头都不疼了 就是整个一个精神状态 就是好了很大一半 然后暂时的话 其实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咳嗽 然后胸痛的这样一个状态 大家看我现在的状态其实还行 只是嗓子会有点哑 然后喉咙口会有一些痰 一些不适感 其他的话其实都还正常 这是我刚刚做的抗原检测 还是两道道 大家好 我是世博 今天是我抗原阳性的第三天 也是我有症状以来的第五天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处于后期的身体上的一个情况 到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咳嗽 大家也能听得出来 我的嗓子现在很不正常 这个就是长时间剧烈的咳嗽造成的 然后这个鸡痰也很严重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每天就是狂喝水 已经喝掉了好多桶这个矿泉水 那么一直不停地灌水 对缓解这个鸽子的症状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今天感觉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我刚刚又测了一个抗原 但是还是阳性 非常遗憾 不过因为看我自己的 这个身体的感受 我觉得应该可能快要好了 想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不用过多的担忧和害怕 保持心态上的一个平稳 那么相信我们一定都会度过这一关 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uride man uride man uride uride man